在開發ROBLUS遊戲的時候 你可以創建Batch徽章 讓玩家們在遊戲中有一個目標 來證明自己在遊戲中的成就 在今天這部影片中 克拉克將會教你幫自己的ROBLUS遊戲創建一個徽章 並且告訴你該怎麼發放徽章給遊戲裡面的玩家喔 在之前如果你想要幫自己的ROBLUS遊戲創建一個徽章的時候 都需要花費100ROBLUS 但是ROBLUS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棒的更新 現在你每一個遊戲在每天都可以免費創建5個徽章 當你在今天創建滿5個徽章之後 你需要再次等待24小時才能夠再免費創建5個徽章 如果你在今天已經創建了5個徽章 但是你還想要再創建更多的話 你同樣需要花費100ROBLUS 詳細的說明你可以觀看這篇ROBLUS的官方文章 我會把連結放在影片的資訊欄中 要創建一個徽章的話 我們先來到ROBLUS網站上 點擊創作頁面 接著我們找到你要創建徽章的遊戲 點擊旁邊的齒輪 按下Create Badge 如果你已經有看過我們之前創建GamePath的同行證的影片 那你肯定對這個頁面不陌生 基本上這裡就是要你填徽章的名稱 圖片還有描述的地方 那麼你肯定已經注意到上方的局勢框框 告訴了我們現在徽章要到創作者後台創建 這其實是因為ROBLUS今年呢 在對創作者們會使用到的工具還有網頁進行更新 那麼為了以防萬一我們還是不使用這個舊的頁面 我們點擊橘色框裡面的Here 進到新的創作者後台 那之後ROBLUS會把很多開發者們會使用到的網站功能 都統整進這個黑漆漆的網站上 等到ROBLUS統整的差不多了 卡克會再製作一支影片告訴大家 這個創作者後台的所有功能 現在我們能在CREATIONS這個頁面 看到所有你上傳到ROBLUS的遊戲 如果你的遊戲上傳者設定是群組 group的話 你可以點擊左上角的CREATOR 來切換成群組 再來我們選擇你要創建徽章的遊戲 我們可以在左邊的Details裡面 點擊Associate Items 我們能夠在這個頁面看到這個遊戲所有的Badges Passes 還有Devator Products 我們切到Badges 按下Create a badge 接下來也是同樣的 我們要上傳一張徽章的圖片 徽章的圖片和Gamepad的圖片一樣 因為會是一個圓形 圓形外的部分都會被切掉 所以你可以選擇觀看這部影片 來學會怎麼製作一個完美的圓形圖片 同樣要注意這個圖片呢 是會經過ROBLUS的審核的 所以你有可能會因為這個圖片收到警告 接著我們就要填寫徽章的名稱還有描述 填寫完之後我們按下Create a badge 這樣我們就為這個遊戲成功添加徽章了 如果你之後想要對這個徽章進行任何修改 你可以點擊想要修改的徽章 然後點左邊的Basic Settings 在這邊你除了可以修改徽章圖片 名稱描述以外 你還可以點擊Item is active 選擇要不要啟用這個徽章 關掉的話這個徽章就沒有辦法取得了 要記得我們在做完任何修改之後 要點擊Save Changes 如果你的徽章有啟用的話 玩家們就可以在這個遊戲的頁面底下 看到這些徽章的所有資訊了 再來我們就是要介紹Badge Service 這個Service是負責提供關於徽章Badge的所有功能 而Badge Service它提供的功能 其實也只有這三個函式而已 分別是給予玩家對應ID徽章的Award Badge 取得對應ID徽章所有資訊的Gap Badge Info Async 檢查玩家是否擁有對應ID徽章的User Has Badge Async 就像在製作通行證的時候一樣 每一個徽章都會有一個自己獨一無二的ID 我們可以點擊對應徽章右上角的點點點 選擇Copy Access ID 將這個徽章的ID復制到剪貼簿中 或者我們也可以直接點擊這個徽章 看到上方的網址 接在Badge後面的這一串數字就是這個徽章的ID了 我們等一下的程式示範就會使用到徽章的ID 或者你也可以在徽章創建之後 從Robla Studio打開你的遊戲 我們點擊上方的Game Settings 接著點Modetizations 你同樣可以在這邊看到所有的徽章 點右手邊的點點點 同樣可以複製這個徽章的ID 而這三個函式的使用範例 都已經在這個API頁面的下方了 待會我們就會使用這些範例 來為各位示範一些常見的徽章取得條件 首先我們就打開Robla Studio 要記得開啟你已經有創建徽章的遊戲 第一個最簡單的範例 就是當有一個玩家第一次加入我們的遊戲 我們就給他一個歡迎的徽章 首先我們在Server Script Service裡面新增一個Script 首先我們先Gate Service 取得我們待會要使用的Bedger Service 還有Players這個Service 因為我們要偵測玩家加入遊戲 那麼這就是我們待會會使用到的函式還有事件 大家可以先暫停影片 等到全部打完之後再繼續 卡克在這邊會大致講解一下所有的程式流程 首先我們將Players底下的Player Edit的事件 連接到UnPlayer Edit的這一個函式 而我們會在Player Edit的這個事件裡面 取得一個Player的Object 如果你不知道Players還有Player的Object是什麼的話 你可以觀看這部影片來學習這部分的內容 接著我們就使用Pcode這個函式 在保護模式下呼叫Bedger Service 底下的User HasBedger Async這個函式 並且使用Return 叫我們從這個函式得到的資料 返回到Sersys還有HasBedger這兩個變數之中 User HasBedger Async 因為是用來檢查玩家是否擁有對應ID的徽章 所以我們要填入玩家的Use ID 還有我們要檢查的徽章的ID 那麼就像影片前面提到的一樣 你有很多的方式來取得這個Bedger的ID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 我們在Pcode裡面寫的程式有沒有發生任何錯誤 如果有錯誤的話 我們的Sersys變數就會是false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寫一個if判斷式 我們判斷Sersys的相反 也就是使用NUT 如果有錯誤發生的話 我們就WARM發出警告 然後直接使用Return 結束這整個Unplayedit的函式 那麼如果沒有發生錯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要發給玩家徽章啦 那麼在正常情況下 玩家在第一次進入遊戲的時候 肯定都是沒有徽章的 所以hasBedger這個變數就會是false 我們同樣在接下來寫一個if判斷式 我們使用NUT來檢查hasBedger的相反 也就是玩家沒有徽章的話 if判斷式裡面就要給予玩家徽章 那麼我們在這個if判斷式裡面 觸發AwardBedger這個函式 那麼你肯定已經注意到 我們根本還沒有寫AwardBedger這個函式 那麼這些就是AwardBedger的所有程式內容 其實你可以在BedgerService的API頁面 找到這部分的內容並且複製貼上 當然克拉克還是建議你程式嘛 都要自己跟著動手打 才有辦法把這些內容給學習起來 那麼我們的AwardBedger這個函式 需要用到玩家Player的Object還有我們徽章的ID 到這邊我們的Unplayedit的工作都已經做完了 我們接著來看AwardBedger這個函式 首先我們同樣使用Pcode的保護模式 在裡面return返回BedgerService底下的GateBedgerInfoAsync 這個函式取得的對應徽章的所有資訊 再來我們檢查Pcode裡面有沒有發生錯誤 所以我們同樣寫一個If判斷式 檢查Service的變數 如果沒有任何錯誤發生的話 Service變數就會是True 緊接著我們在這個If判斷式裡面 再寫一個If判斷式 我們要檢查我們剛剛使用GateBedgerInfoAsync 取得的徽章資訊 也就是這個BedgerInfo的變數 BedgerInfo這個變數現在包含了很多的資料 有我們徽章的名稱 描述 圖片ID 還有這個徽章有沒有啟用 能不能發放給玩家 所以我們檢查BedgerInfo裡面的 IsEnabled的資料 如果這個徽章有被啟用的話 這個資料呢就會是True 那在緊接著我們再次的使用Pcode 在裡面呢呼叫BedgerService的Award Badge 因為我們要給予玩家徽章 所以在Award Badge這個函式裡面 要填入玩家的UserID 還有徽章的ID 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因為我們在上方已經使用過Service 這個變數名稱 所以我們在這裡的Pcode呢 我們將變數名稱取名為Award Award同樣是一個布林值 會告訴我們Pcode裡面寫的程式 有沒有發生錯誤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 IF判斷式也是同樣的 如果有發生錯誤的話 我們就WARM發出警告 到這裡呢 我們就完成的差不多啦 我們按下Play進入測試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取得徽章的小方塊 挑出來恭喜我們囉 最後我們來使用一個 也是玩家經常會使用到的Touch的事件 來讓玩家能夠取得徽章 首先我們在WalkerSpace裡面 新增一個Part 我們將它改名為BedgerPart 接著我們在這個BedgerPart裡面呢 新增一個Script 我們把剛剛寫的所有程式 全部複製貼上進來 我們在這邊呢 只需要修改一些地方 這個功能就可以完成了 首先我們定義BedgerPart這個變數 為我們的Script 就是這個腳本的本身 它的配論 也就是我們遊戲場集中的這個BedgerPart 而WalkerBedger這個函色的部分呢 我們不會懂到 接著我們把UnplayerEdit這個名稱的部分 都改為UnTouch的 再來我們要把PlayerEdit的事件呢 也改掉 我們刪除冒號Connect前面的部分 改成BedgerPart的Touch的事件 當然聰明的你肯定注意到了 我們的Touch的事件呢 不會取得Player的Object 而是會取得這個BedgerPart碰到的所有 OtherPart 那麼接下來的重點呢 就是我們要從這個OtherPart來取得一個 Player的Object 我們首先呢 先定義一個Player的變數 接著我們要來檢查碰到BedgerPart的 OtherPart到底是不是一個玩家 因為有可能我們遊戲場景中的其他場景物件呢 也會碰到我們的BedgerPart 接著我們就寫一個 以判斷是 我們檢查OtherPart點Parent 它底下有沒有一個叫做Humanoid的Object 因為每一個玩家操控的角色底下 都有一個Humanoid的Object 不過我們今天呢 不會使用到Humanoid 因為我們的最終目的呢 是取得一個Player的Object 那麼聰明的你如果已經有看過 我們講Players的影片的話 就會知道我們Players有一個函式 能夠透過玩家的角色 Character來取得對應的Player的Object 我們使用Players 冒號 GatePlayerFromCharacter這個函式 那要放到這個函式裡面的參數 就是玩家的角色Character 畢竟我的觀眾們都非常的聰明 那麼你肯定也發現了 如果我們的OtherPart點Parent 底下有一個Humanoid 那麼我們的OtherPart點Parent呢 就是玩家的角色Character啦 我們將OtherPart點Parent 給放到GatePlayerFromCharacter這個函式裡面 現在我們就成功的取得了一個Player的Object 那麼其他的部分呢 其實都是一模一樣的 到了這邊我們按下Play進度測試 現在當我操控我的人物碰到了這個悲劇怕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成功的取得對應的徽章囉 那這邊克拉克也要特別提到 我們在做徽章的測試的時候 要注意的幾點事項 在影片中你肯定已經發現 克拉克在影片中使用的徽章的ID呢 都是同一個 因為徽章比較特殊 如果你打算使用同一個徽章來進行測試的話 你在ROBLAST Studio測試的時候 你會直接拿到 並且儲存對應徽章 你可以到ROBLAST的網站上 點擊左手邊的道具欄 找到並點擊徽章 接著看到你要刪除的徽章 我們看到右上角的點點點 選擇從道具欄刪除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同一個徽章進行測試囉 還有就是我相信一定有人程式會完完全全按照克拉克的寫 要特別注意的是你徽章的ID呢 是要輸入你自己創建的徽章ID 千萬不要輸入成克拉克的徽章ID哦 這樣差不多就是關於徽章的教學啦 如果你有什麼想看到有關徽章的題材 也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有合適的主題的話 克拉克也有機會製作影片的哦 在影片的最後呢 要特別感謝所有加入頻道會員的好書寶們 有了各位的幫助克拉克才有辦法 更穩定的製作更多關於開發ROBLAST遊戲的教學影片 如果你還不想加入會員 那你也可以選擇幫這部影片按一個讚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開啟小鈴鐺 這樣同樣能夠幫助到這個頻道的成長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這裡是克拉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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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